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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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说十善夜道经讲记节要》 尊敬的念佛堂主 午前法师 书位法师 书位同修大德 即网路前的同修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掌 我们继续来学习 《先师敬劳和尚》 讲的《佛说十善夜道经讲记节要》 上一次我们学习到 《离称会得八种喜悦心法》 讲到第九条 我们经文再念一遍 护赐龙王 若离称会 即得八种喜悦心法 何等为八 一 无损恼心 一 无损恼心 二 无称会心 二 无称会心 三 无真诵心 三 无真诵心 四 柔和执执心 四 柔和执执心 五 得胜则慈心 六 常作利益 六 常作利益 安重身心 七 身相端严 众共尊敬 八 以何忍故 素身犯事 四 为八 若能回向欧妞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厚尘佛实 得无爱心 观则无厌 这段经文就是 离称会 得八种喜悦心法 我们晚上接着 学习第九 上一次学习到第九条 我们接着来学习第十 末法时期 众生根性顿 烦恼业障重 不知修行 懈怠染善 所以 马祖道一和尚 与百丈禅师 提倡共修 就是一重靠重 这个方法 成就了不少人 个人修行 能成就 都是上上根人 中下根人 靠个人修行 想成就很困难 必须一重靠重 每天在一起研究讨论 你越清楚明了 才有能力应付这些复杂的事项 在滚滚红尘里 不失清静心 这一条 讲到我们末法时期 那种信息 众生的根气 一切 比较顿 烦恼业障也比较重 现在这个世界 这个社会 诱惑力 比过去 任何时代 不曉得大多少倍 不要讲太久 就是三十年前三十年后 这整个社会改变就非常大 随着追求物质享受 这些诱惑越来越多 可以说触目皆是 我们六根接触六层 接触到这些现实的生活环境 都是诱惑我们起贪嗔痴 追求名文立养五亿六层的这些烦恼 一切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比过去任何时代 烦恼都要重 这一个是事实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提不起修行这个心 不知修行 只有贪图享受 不知道要休闲 因此懒惰懈怠 这里提出唐朝时代 那个时代 跟佛陀当年在世的时代 就差很多了 一千多年 已经进入相法时期了 那个时候人的根性就不如正法时期 因此佛教传到中国来 到了唐朝 禅宗的祖师 马祖道与和尚 以百丈禅师 这个 马祖见丛林 百丈立清辉 提倡 奉修 所以 成立这个丛林 这个丛林制度 丛林就是 医众靠众 大家一起共修 这个方法一千多年来 的确成就不少人 因为 个人修行能够成就 这个比较少数 这的确是上上根人 中下根人 修行想成就 没有医众靠众 的确是相当的困难 往往受到环境的影响 所以必须依众靠众 每天在一起 学习研究讨论 对道理 理解得越清楚 越明了 才有办法来应付我们现前 这个复杂的社会 这个诱惑力这么强大的社会 才能应付得了 的确是很不容易 在这个红尘里面 要不失清净心 如果没有 医众靠众 个人修行 很容易就迷失了 但是现在 在家出家 能够医众靠众 修行的 这样的道场 也是很少 也是很少 因此 佛在《无量寿经》 也给我们开一个 现前这个时代的人 可以修行的一个方式 在《无量寿经》 第25品 后面也讲到 如果 没有时间 不暇大修灾见 有空闲时 这个有空闲 也就是我们现在讲 有假期 在《无量寿经》 也有一日到十日 就是一天到十天的 在《弥陀经》讲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七天的 一天也好 两天也好 三天也好 四天 五天 六天 七天 一个期限 一天的我们一般讲八关灾戒 八关灾戒一天一夜 二十四小时 这个时间 对现代人来讲 大多数人 都能做得到 修一天的清静心 这次佛大慈大悲 给在家人 修一天 出家人的生活 过一天 出家人的生活 不但在家人 洪一大师在讲远路 里面讲到 八关灾戒 出家众也可以修 出家众虽然有 沙异戒 已经包括八关灾戒 但是在受八关灾戒 叫做争议戒 叫做争议戒 现在不但在家 集市 生活都忙碌 为了生活 为了工作 为了家庭 平常都要工作 都很忙 现在出家人 事情也很多 可能出家人 比在家人 事情还多 所以洪一大师提出 这个八关灾戒 这个也很适用 我们现在 这个时代 世众弟子 大家来修学 修一天的 念佛念一天 过去 广东 洁阳 谢总 他办道德讲堂 七天的 他那个完全是听光碟 听光碟 他那个道场 我们有很多同修 都去参访过 我们这边 学院 那几位师兄弟 都有去 七七那边学习过 去那边参许 他那边主要是听课 他排那个 课程 就是把传统文化 讲得比较好的老师 这些光碟挑出来 排上那个课程表 从早上到晚上 期限是七天 他提供吃住免费 提供吃住免费 要住在他那里 但是要收手机 这个七天就不能看手机了 手机要交到柜台去保管 七天 课程连满 手机在归还 这个效果 我进那边参访 听到他说 收手机 我就很直接感受到 这个效果 就是在收手机 因为七天 他那个课程都排上了 从早到晚 也满满的 没有多余的时间 去看其他的 尤其不接触到手机 心就比较容易定下来 我听他讲 有一些人 第一次去参加的 收手机都很不习惯 甚至跟他闹情绪 跟他吵架 后来他也是 不断地安抚大家 第一天不习惯 第二天不习惯 到第三天 慢慢地就适应了 到三天 四天 五天 这个心也就静下来 心沉淀下来 再听这些老师讲课 那这个 都百分之百地吸收了 心如旁骛 到了七天圆满 大家都觉得欲罢不能 因为尝到法味 尝到味道 得味成有 从来没有尝到这种法味 所以有一些参加的人 原来是一来 炒着要退 到了七天之后 有的人还想再留下来 但时间到了 这个七天下来 效果相当好 有一些人的确啊 透过这个七天的听讲 真的一百八十度的改变 我听他讲 有一个开电动玩具的 参加了一个星期 他知道做这个事情不好 会害人 所以回去 他也不习挥本 就收起来 真的是功德无量 后来参加的人越来越多 参加的人越来越多 真的帮助很多人 他这个方法 过去 我很早 切种还没有做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 想到了 用光碟 听经用光碟 但是一直没有这个因缘 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将来 我在台北双西山上 这个佛堂如果做好 我想办这个 无量寿经道德讲堂 无量寿经 就每天听无量寿经 听经念佛 如果一天听四个小时 念八个小时 过去宣师敬老讲 古代丛林 一天听经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念佛 或者八个小时参禅 古代丛林 现代人恐怕 一天修十六个小时 大家吃不消 可以降到十二个小时 这是我的计划 双西山上 那个东林寺 那个是江老师建立的 东林寺 那边也不用收手机 因为那边没有基地台 没有基地台 到那边 手机到那边自动 就收不到了 因为没有基地台 不用收了 反正走到那边 你就没信号了 这是我想办这个 无量寿经讲堂 就是听经念佛 先从一个星期的 如果能够延长到 两个星期三个星期 七七四十九天 或者三个月 如果在山上住了三个月 听了三个月的经 念了三个月的佛 根性比较立的 可能它就达到 功夫成片了 这个的确有可能 所以我想办这样的讲堂 台南现在有康国泰 基室在带这个道德讲堂 听传统文化的 我们出家人就听无量寿经 听经念佛 我们老上讲的这个大经 我们听到往生都听不完 这个效果的确会非常好 因此我给陈德法师讲说 我以后要办这样的道场 像这样的一个形态 我一个人也可以修 听经有个电视 就可以播放了 那念佛呢 没有人敲法器没关系 现在有念佛机 这个念佛机先录出来 这个效果都不错 因为人敲法器有时候敲得好 有时候敲不好 还不一定 所以念佛机入下来 都是挑那个最好的 所以一个人也可以打佛机 一个人也可以打佛机 两个人 三个人 像这个人多人少都可以修 非常方便 这是我个人的计划 也提供给大家参考 提供给大家参考 像这个 这边学院 有那个古邦吉 那个地方 去办道德讲堂 应该也不错 那边我看也收不到信号 去那边 听个一个星期 道德讲堂 或者三天的 一天的 那边去都收不到信号 手机也不用收 那边适合办道德讲堂 跟我台北双西山上一样 那边适合办道德讲堂 就是短期性的 像大家比较有可能来参加 或者你没有时间 一天的也可以 假期比较长的三天 或者有那个年假可以七天 人多人少都能修 不可以 所以古邦吉那个地方 适合办这个 那边如果没有去利用 也可惜 也可惜 那个地方 也就很安静了 非常安静 很适合办这个道德讲堂 提供给学院参考 下面 因为能把奶血液变成毒素 这个在映竹的文操 我们没有看映竹文操这个记载 但是我们自古以来 很多人不知道这种事情 过去啊 都是吃母奶 小孩都吃母奶 现在这个时代啊 才有吃奶粉 过去也吃母奶 那母亲如果她生气了 那气还没有消 马上 喂孩子吃奶 这个时候啊 那个奶就毒了 这个孩子被毒死了 她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从这个事情可以知道啊 生这个称慧啊 花脾气啊 我们身体的血液啊 会变有毒 所以我们一般讲 贪嗔痴三毒 外面的毒 也是我们内心 贪嗔痴三毒 所感召来的 这是 讲啊 那 贪嗔痴的 害处 我们一下子啊 看不到 比较感受 不明显 那称慧就比较快 比较明显的感受出来 这是举出一个例子 因此啊 称慧 对我们身体的确是有很大的一个伤害 十二 佛法讲一念称心其百万上门开 又说佛哨功德临 佛是称慧发脾气 修行积功累得多年 一旦发脾气 所有功德都丧失了 因此成就功德相当不容易 功德是什么 清净心戒定慧 这个道理啊 先师敬老 过去在讲习当中 你时常讲 时常讲 为什么时常讲 因为 这一条不好修 我们也知道这个发脾气不好 但是这个烦恼习气啊 遇到这个境界一来啊 就控制不住 因此 就常常提醒啊 就常常提醒 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称慧心啊 不断的减轻 不断的减轻 这个就是修行啊 修行好不容易积了一些功德 的确啊 花一场脾气就是火烧功德的 这个功德就是清净心啊 就是 我们人一生气啊 这个清净心就失去了 这个的确也是 很不容易修机的 很不容易修机 因此啊 要修戒定 这个戒定啊 能够服烦恼 能够降伏 就是控制 没有断 就是控制啊 烦恼不起现行 根没有断 智慧开了 那才能断 断烦恼 戒定是浮烦恼 浮断 开取波勒智慧啊 是灭断的 没有了 烦恼就没有了 因此我们 现前啊 修定 我们念佛功夫 也可以从这个发脾气 这个来考验 我们到底念了 有没有功夫了 如果我们还是 遇到一点不如意的事情 就发脾气 就说明我们 念佛啊 还没有功夫 这个 还压不住啊 这个烦恼 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来测验 这个念佛 读经啊 比如说读经啊 如果你 用修定的方法来读经 也能够浮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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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容易发脾气 关键也就是心服气躁了 平常我们如果没有 常常修这个心平气和 那就很容易动 心服气躁就很容易动 很容易发脾气 那修心平气和啊 叫收射福气啊 这太上感应篇会篇里面也讲到 这个修心的这个心法 人能收射福气啊 亦善变能果 亦露变能人 亦心变能晓 这是一个人啊 如果把这个心服气躁啊 收射回来啊 让这个心啊 回归到心平气和 那你遇到父母亲 对父母亲就能进这个孝 就能够孝养父母 遇到善事啊 就会很果断的去做 遇到被人侮辱 被人欺负 就能够忍 不发脾气 这要心平气和才做得到 如果心服气躁啊 这个心是浮动的 心浮动啊 我们就很容易发脾气 我们就很容易发脾气 过去我这个脾气都很不好 从小脾气也是很不好的 出家之后啊 这个脾气还是蛮大的啊 以前在台北警美法杖佛教图书馆啊 这个这个 韩馆长叫做当家呢 管能管事管钱啊 脾气就更大了 那我也常常 哎呀哎呀 这个脾气啊 也是很不好 那个时候啊 我们事务上能提倡 刚刚讲《无量寿经》 会几本提倡《读经》 我这个《读经》啊 一天大概要读八部 才降服得住这个烦恼 过去我们 图书馆有个出家女众 是很凶的啦 很凶的 长得一脸很肉 凶巴巴的 我一看到她呢 一看就讨厌 再见就更伤心 看到她我就生烦恼啊 结果有一天啊 我那天啊 有时间读了八部《无量寿经》 那天突然看到她 我心平气和啊 那个就不生气啦 所以你这个 一天如果能读个十部啊 大概才压得住 后来要事情忙啦 因为很多事情 就没有时间读那么多 就没有办法呢 降服这个烦恼 所以我们每一天 有一点工夫来修定 也是需要 或者是你打坐也可以静坐 收心 多摄六根 多摄六根 心啊 让它沉淀下来 所以经典上讲啊 刺心一触无事不办啊 把心啊 控制在一个地方 那什么事情 都能办得成 因此我们每一天啊 修点静功啦 静坐啦 或者读经 或者念佛 或者念咒 或者修止观 或者读经典 看数捷 这些要有一定的时间 才能够啊 服得住我们这个烦恼 服得住称慧心 不然这个烦恼啊 很强的 压不住 所以功德就是清静心 就是接定慧 我们接着 看第十三 父赐龙王 若离称慧 即得八种喜悦心法 这个是佛 再次的给龙王开示 也是给我们大家开示 若离称慧 如果能够远离称慧 没有称慧心 疾 疾就 马上可以得到 八种喜悦心法 花脾气起称慧 决定是第一道的原因 多长发脾气 有称慧心 八种喜悦心法 就完全得不到 这八种喜悦心法 就是佛家常讲的 常生欢喜心 这八句也是检验自己是否 还有称慧意念的准则 我们还有称慧心 这个称慧的习气 还扶不住 这个八种喜悦心法 我们肯定是得不到 这八种喜悦心法 都被我们称慧的烦恼 障碍了 第十四 人在灵命中时 最怕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 升起称慧 因为来生到哪一道去投胎 就是看最后一念 若最后一念是称慧心 则多半落到第一道 至终精良说 人在灵中之时 不可以被碰触 神是离开身体的状况 经典比喻 犹如身归脱壳的痛苦 所以你去触摸它 很容易引起它的称慧心 这是对王者极大的不利 这一点我们也必定要留意 我们自己的家人 家亲建属 临命中 要好好照顾 就是根据次终精良 这个办法 来帮助自己的家亲建属 因为人 临命中将来往生到哪一道 最后 那一念 是什么念头 看哪个念头比较强 强者先牵 如果称慧心比较强 那就到第一道去 贪心比较强到鬼道 医痴心比较强就到畜生道去 看最后一念 如果最后一念是生称慧 那就多到第一去 这就很可怕了 这就很可怕了 因此啊 人在灵中啊 不能去碰它 佛经上讲啊 神士离开身体 就好比生龟脱壳 让这个乌龟啊 活活地把那个壳扒下来 这样的痛苦 你去触摸它呢 它很容易称慧心 这个对王者呢 的确是很大的不利 万一他这个时候 起了一念称慧心啊 做到第一去 这个事情啊 我自己也有体验 以前我有一次生病啊 好像别人在身上摸一下 碰一下呢 就感觉就很不舒服 心里就有烦躁 就生烦恼 那何况临命中啊 那个时候啊 所以临终啊 最好不要去碰 他什么知识 就让他自然 也不要刻意去把它调 如果调他那个老人啊 筋骨很硬 硬把它 搬到一个正常的知识 他会很痛苦 可能他生起极度的嗔恨了 所以不要去碰 十五一般讲神事离开身体 需要八到十二个小时 也就是说八个小时之内 决定不能碰他 连床都不可以碰 这是真正爱护帮助他 八小时之后 可以试验探测 但是最安全的 是十二个小时以后 现在我们静中同修的家属 如果家属都有学佛念佛 这个不但八个小时十个小时 现在甚至都有念到二十四个小时 但是最少最起码 要八个小时 有的在医院里面往生 医院 在澳洲医院能不能注念 不知道 在台湾有一些大医院 它还有注念室 在台大医院 有六间的注念室 六间的注念室 六间注念室 二十多年前 请我去撒镜 五间是佛教的 另外一间是其他宗教的 道教的 伊斯兰教的 天主教的 其他宗教的 一间是空白的 就没有佛像 其他五间都有佛像 都有挂阿弥陀佛的佛像 固定的 其他宗教的 道教的 如果道教的 他们要注念 都摆道教的 神像 天主教的 就摆天主教的 十字架 伊斯兰教的 就摆伊斯兰教的 有一间是其他宗教的 所以有现在那个医院 也可以有这些注念的 这个也是有信佛的家属 这个福音 所以注念最好十二个小时 最少八个小时 这个八小时之后 才可以探测 最安全是十二个小时以后 要换衣服 要移动 最好是十二个小时 十六 人在临终时 一般都是难分难舍 所以真正懂得道理的 就要将王子隔离 不让他听到 家间见俗提哭的音声 这是关键的时候 比什么都重要 防护周到 如理如法的注念 对王者有大利益 人临命忠实 正念昏明 十念一念 都决定往生 因此注念非常重要 也是真实的功德利益 这是讲到人在临终 一般人之常情 这个亲情最难放下 难分难舍 因此这个注念 最好把他们至亲 家亲见俗 隔离 如果请同修去注念 他的家人最好把他隔离 这个怕他们家人 看到他的亲人要往生 他控制不住 就哭了 这个哭呢 这个王者啊 就受到影响 他就放不下了 舍不得了 这样 要帮助这个王者往生西方 就产生障碍了 这个家人最好不要在现场到其他房间 去注念 由同修来注念 这样比较保险 因为这是关键的时刻 比什么都重要 要防护得很收到 如法的注念 对王者有大利益 这个大利益在地藏菩萨本念经就讲到 说灵命中人啊 如果家属有一个人啊 念一句佛号给他听 当然念了更多 就越好了 这个人啊 他就不会多恶道了 会生到人天善道 这个详细啊在地藏经 所以地藏经 也是我们注念啊 一个经典依据的 一部经典 而注念这个 对王者的功德力非常大 因此注念呢 也就非常重要了 也是真实的功德利益 这个一念十念啊 是见到第一项现前 这个时候啊 如果真信发愿 一念十念 都能往神了 这在观经里面我们看到 在地藏经讲啊 这个王者啊 如果生前造作恶印 临终看到第一项现前 家属啊 如果帮助他念佛 一念十念啊 提醒这个王者啊 他自己也念 一念十念啊 这个注念啊 有一点我们要知道 注念 主要是帮助这个 灵命中的人啊 他提起正念 他也来也来念佛 就是帮助他提起 念佛这个正念 而不是替念啊 不是替他念啊 他自己不念替他念 替他念啊 替他念呢 他听到一句佛号了 他听进去了 但是第一项现前的时候 他提不起念这句佛号 就多到第一期了 多到第一期 他有这个佛号的三根种子 等到第一最 所以说完了 他出离地益啊 这时候啊 就变成清凉花菩萨了 所以念佛啊 无论怎么样 都是有利益 只是说是现前得的利益 还是将来 我们是希望啊 现前就得利益了 因此这个祝念啊 这些 要如理如法 能够帮这个 灵命中的人啊 他顺利往生到极乐世界 如果他还 不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以帮助他不多三二道 生到人天三道 十七 大慈菩萨说 你能帮助两个人往生 就比自己精进 你能帮助十几个人往生 你的福报就无量 自己将来往生 确实有把握 你能帮助一百人往生 你是真正的菩萨 这是大慈菩萨说的 过去先师敬劳啊 也用莫保啊 写出来 就是帮助人往生 极乐世界 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 我们帮助别人往生西方 自己将来啊 也会得到别人帮助我们往生西方 这是因果 因果 帮助越多的人往生 当然功德就越殊胜了 这些事情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 每一个人都有家境建属 从自己家境建属 开始帮起啊 还有帮我们认识的 有缘的人 可以接受的 我们都可以帮助他 十八 这个时代的障言很多 内有烦恼习气重 外有物易的诱惑 岂会不堕落 天天读经文法的熏习力量 熏习的力量 若以烦恼习气平衡 还不能保证往生 必须超过烦恼习气才行 也就是说 要有能力辅助烦恼习气 在一切时一切处 烦恼习气都不会现行 无论是顺境逆境 善言二言 根层相对时 都能不受影响 就有把握往生 这个功夫要想保持 对誓言一定要冷淡 真正做到看破放下 这一身求生进度的修学 才算有成就 这一条也是 但是 讲我们现前这个时代 的确障碍的因缘很多 很多方面 我们内心的烦恼习气又很重 内有烦恼外有诱惑 那怎么会不堕落呢 天天读经文法这个熏习的力量 如果跟烦恼是平衡 这个还没把握 这是一半一半 这个还没把握 所以必须超过烦恼习气 超过了 烦恼习气 也就是说要有能力 扶住烦恼 控制得住 控制得住我们的烦恼习气 在一切时一切处 这个烦恼不起现行 无论顺境逆境善言恶言 跟曾相对 都不受影响 在这样的情况 就有把握往生了 这个就有把握了 要达到这个功夫 对这个誓言一定要看淡 要看到 真正做到看破放下 这样求生净土 才有把握了 看不破放不下 实在讲还是没把握了 这个要看灵命中最后一念 那一念能不能放得下 因此这个功夫 还是要在平常 平常就要练 十九 若还会受外境动摇 内心的烦恼长起现行 对求生净土是毫无把握 堕伤恶道的成分就很大 这也是真话 先知敬老和尚这些话常常开始 我们要重视这些开释 这些开释都是真实的 真实的开释 我们内心烦恼压不住 实在讲往生西方就没把握 堕伤恶道的成分就很大 来生要生仁天 这个激励不大 因为贪嗔痴烦恼是三恶道的夜阴 贪嗔痴烦的烦恼 比较重 当然来生多三恶道的成分 激励就很大 二十 若能从这些地方去警觉 你已经算是觉悟了 假若对现前境界依旧茫然 随破逐流 来生还是搞六道轮回 而且来生比这一生还要苦 十三劣道能做到百分之八十 勉强保住人生 做到百分之六十还靠不住 这个是讲从我们做修食善劣 这个比例来讲 把百分之八十 这个可以保得住人生 如果百分之六十 还不一定 还靠不住 因为百分之六十 就刚好及格了 如果一不小心 要退步 就不及格了 所以就 的确还是靠不住 因此我们对这个修行 这一生要往生西方 对这个修食善劣不能不重视 食善劣我们为什么修不好 没有地止归感令篇的基础 所以这个食善劣总是做不及格 有了这个基础 有地止归感令篇的基础 修食善劣就不难 要达到八十分就不难 没有这个基础 的确困难 因为不知道这个食善的内容 往往我们造二业自己也不知道 还以为自己在修善 因此先师敬老也是大致大悲 要我们再修这个地止归感令篇 这两个基础落实 自然能做到慈善劣 下面第21条是黎称慧 得八种喜悦心法的第一种 二十一 第一无损脑心 损 损人力极 脑 是令人烦恼 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 令人看到讨厌 就是损脑心 如何真正做到无损脑心 必须要持戒 守华 黎称慧 得到八种喜悦心法 第一种就是无损脑心 没有损人力极这样的心 没有脑害别人 令人生烦恼的心 我们自己所作所为 令人看到讨厌 这个就是损脑心 让人家生烦恼 如何真正做到无损脑心 必须要持戒 守华 那么讲到持戒 现在的人也 不懂得什么叫戒 因此先师敬佬 提出三个根 地止规感应篇 《十三列道经》 这个是在荆叶三符的第一符 有第一符的基础 才能提升到第二符 第二符是第二符的基础 要人天善法的基础 这个戒 有利于戒 色善法戒 有利于戒 老异有情戒 利于戒 就是戒律的条纹 像五戒 八观齋戒 沙弥戒 比清戒菩萨戒 有条纹的利于戒 色善法戒 凡是善的 都要去做 众善奉行 《沾茶善乐业报经》里面讲 凡是善都归十善 凡是恶都归十恶 所以我们学习儒家的弟子归 包括写入老人的常理举要 伦理讲记 这些都属于戒 都属于戒 特别是礼 我们为什么会去损恼到别人 实在讲要从礼下手 而且写入老人也是很慈悲 年纪很大 九十几岁 还在讲常理举要 你现代人不懂理 这《无量寿经》讲的 无意无理 道德 仁义理都没有 没人教 还不懂 没有 无就没有 因此人与人相处 自然 这起磨他 起冲突 这就难免了 因为无理嘛 不懂理嘛 所以香港有一年办修六合镜的一个论坛 他也请了很多大德去讲 也邀请我去讲 问我什么题目 我说那个六合镜啊 境界太高了 这个我们做不到啊 这个我们做不到啊 那能够修六合镜 起码那几个人都要服烦恼 那才做得到 所以我就提出一个讲题啊 叫做理与何为贵 我们先不要讲太高的啦 太高的讲了做不到啊 先从这个理下手 所以孔老夫子也讲啊 这个博我以闻 月次以礼啊 我们学得很广博 那从哪里下手呢 从礼下手 礼就是藏力极要啊 写入老人开示 说这个常理极要啊 如果你能做到十分之一 对我们念佛功夫 提升就很有帮助 这句话呢 也非常重要 往往我们就 忽视这个一个小册子 为什么忽视呢 因为我们还是看不懂 透过他老人家讲啊 我们才知道里面的大道理 讲的就是人情世故啊 不懂世故人情 不懂世故人情啊 常常去损脑到别人 自己也不知道啊 懂你的人 他自然不会去损脑到别人嘛 无损脑心啊 所以这个无损脑心 我们这里说要持戒守法 这个守法 持戒就要从这个常理极要啦 从这个地址规啦 感应篇啦 这些地方下手了 还有这个隔岩连臂啦 鸿毅大师有截录隔岩别录 这些啊 这些啊 我们都要学 鸿毅大师的晚清集 过去先师敬老也在美国讲过 晚清集 鸿毅大师 截录啊 经典的这些经句 然后呢 编101条 这个我们 老上啊讲过 有这个讲记流通 大家呢 可以多看 对我们修这个无损脑心啊 有很大的帮助 二十二 第二无称毁心 神老心 称毁心 真诵心 乃至于不能和睦忍让 这都是称毁的现行 若称毁断了 这些自然不会生起 这个 无称毁心 这个 神老心 称毁心 真诵心 不能和睦忍让 这些都是称毁 起现行 称毁心如果断了 这些就 不会生起来 但是这个称毁要断 一定要戒定 首先要戒 在儒家叫离 你先守住这一个 让这个心定下来 才能 扶住这个文 像孔老夫子啊 温良恭敬 他这个有个深的学问 这个也不是我们 讲一讲 就能做得到 境界一来啊 我们就控制不住了 所以要有这些界定的基础 我们称毁啊 才能扶得住 二十三 四人稍不如意 就起称毁 一念称心起百万丈门开 称毁心一起 智慧就没有了 理性被蒙蔽了 于是潜贫感情勇士 不仅伤害自己 而且有意无意 以一切众生结淹愁 这个也是 就是 我们世间人啊 的确是这样 我们有一点不如意啊 心里就会不高兴 这个一念称心起 百万丈门开 这个称毁心起来啊 我们智慧啊 就被蒙蔽了 就不理性了 就会感情勇士了 第一个伤害自己 第二个就是 有意无意啊 会与一切众生结淹愁 这个也是 必然的 下面啊 下面啊 这几出文昌帝君 下面这一条 几出文昌帝君 殷智文这个公案 二十四 二十四 文昌帝君 殷智文 中说到帝君十七世 为四大户生 当中所造的业 所受的果报 非常值得我们警惕 非常值得我们警惕 所以焉家以解不以解 这个大家看安世前书就知道 安世前书啊 这个 里面啊 记载这个 文昌帝君啊 十七世 作为四大夫生 那每一生的 这些因果报应 这个历史上都有记载 大家多看 就知道啊 这个因果报应 的确奄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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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奄 奄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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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宜解 焉解要化解 不能结焉 生生世世 焉焉相报 那是太痛苦了 二十五 烦恼大多起于得失 若无私无我 贪生吃慢 得失心就没有了 这词可以随缘 有缘广力众生 没有缘心中也绝不中断利益众生之念 只是做的方法不一样 古人所谓有缘则奸善天下 无缘则独善其身 这一条一切我们的烦恼都是从得失心来的 这个得失心也是我们凡夫必然都会有得失心 得失心从什么地方来的 这个得失心就是从事相来的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这个金刚经讲的最详细 因此我们要破除这个烦恼 这个剥勒不能没有 要有一些剥勒智慧 帮助我们断除这个烦恼妄想 金刚经讲的就是破我执的 破我执的 我们为什么执着 我们都是认为现实的世界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 所以念念不舍 放不下 因为认为这是真的 真实的 可以得到的 自己可以控制的 可以占有的 所以放不下 这个根深蒂妇很不容易 如果没有这种金刚波罗的智慧 实在讲 看破放下实在讲是做不到 因此我们真正想要看破放下 这个金刚波罗的智慧不能没有 金刚经讲的 如果不去做官 我们这个观念你转不过来 这种坚固的执着很难突破 所以金刚经讲义 江老基斯特别强调这一点 他也强调他也是念佛的 我们念佛人 也不能没有 不能放不下 因为看不破 金刚经就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的 如果没有认真去做官 这个实在讲我们力得不到 过去宣师敬佬 也悟到开示 做三十记念要随文入官 这句话非常重要 我们这个经文念到哪里 我们观念就转变到哪里 这个的确容易 我们现在能下手了 只能从做官开始 深入以后再入官 在入 这样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 所以我们做这个三十记念 不但要畅念 还要做官 随文入官 官我们那个念头才转得过来 烦恼习气才服得住 不懂得做官很难 这个也是我们现前要学习的 明天后天 我们协宴 办了法会 这次邀请悟道来祖法 这次邀请悟道 我们这两天也就 纪念先师敬佬和尚 深夕二周年 在学院我们提前 来纪念 我们用这个 我们敬佬和尚 生前提倡的系练法会 来纪念他老人家 这个七月份 我们学院的 法师师兄弟都要到台南去 这边也 没时间在这里坐 七月这边也很冷 这一次 临时请悟道来参加这个法会 我也提出 临时我们加了一个小萌山 还有七景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也是 在这个09年 我们牢上回高雄治牙址 那时候发生八八水災 所以当时发起一个万人法会 在桃园体育馆集行 那个时候我还在山东 那由双西的出家众 去那边做法会 我们牢上就写了这个 祈请四大天王的 祈请这个文 给我们 没有他老人家写 我们也不会写 写这个 以前我们做这个 也没有祈请四大天王 根据三十纪念课本也没有 三十纪念课本 早期在台北警委 法藏图书馆印的 顾科版的 也没有这些咒语 辨识真伦 普共养真伦 这些也没有 三十纪念的法事是 是劝导亡灵信念念佛求神见的 没有诗识这一块 后来这个 韩馆长请一些 老老师来祖法 过去 华藏图书馆 还没有做三十纪念 都是放大蒙山 早期我们每一年都是 三次的 清明 中原 这个冬至 就是 请一些大陆的老老师来祖法 我们敲法器 就放大蒙山 晚上六点到十点 放大蒙山 放大蒙山都是要私食 供养饮食 后来请明镜老老师来 教我们三十系列 我们习惯性也都是 共换共菜 老老师来 共换共菜 你就念变十真连 普共有真连 那个时候才加进去的 原来课本没有 因为有共换共菜 所以老老师说要加 第一次做的就加上去 后来我们晚上这个小蒙山 大概应该有十多年了 这个香港活动交易协会 办这个三十系列超度法会 他们的共品是非常多 有一次有一个同修被附体 说他们看得到吃不到 没有给他们念变十真连 看得到吃不到 但是说有啊 有念变十真连 太早了 因为我们都第一时就去练 练完了 这些众生大概都傍晚才出来 到晚上 后来这个同修就去给我们老上讲了 我们老上也非常慈悲 这些请务前法师到香港这家放小蒙山 当时过去我们再到香港 我们也都没有加这个小蒙山 是到香港啊 有一次在这个博览馆 这个万能法会啊 当时我大哥那个大儿子的太太 来负责那个香港那个炼佛堂 他在这个法会现场 一个人在那边出食 我说你出食不是在炼佛堂吗 我们拿到这里 炼佛堂都没人啊 大家都到这里来了 所以他就一个人来这里出食 后来我就想啊 一个人来出食 就给我们老上报告了 他一个人出食 他一个人练 别人也不知道 你在佛堂没有人 一个人出食 所以当时我就 给我们师父上人报告了 那是不是可以 大众练效果更好啊 他都拿到这个 这个法会现场来出食 那不如大家一起来练嘛 我们老上也同意啦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才加上这个 加上这个 那个时候只针对香港 因为这个因缘是香港发起的 我到其他地方也没有加这个 但是很多地方啊 看到香港有做 我说他们也要做 我就随他们的意愿去做 是这样 所以就变成 请我去做的地方啊 他们都邀请我 要跟香港一样 那这些众生啊 我去主法 这个众生跟人一样啊 他都知道 我去都会有这个小农山 都有私食嘛 当然我来这里做 那些众生啊 这个 晚上也都会 到我的梦中来 跟我聊天啊 这众生的众生啊 这个 实在讲晚上都睡不好 做这个法会啊 不好玩啊 奖金啊 这个众生就比较少 要做法会啊 就特别多 特别你要做法会之前啊 都会有做噩梦 这个众生就来了 你这边消息一发布啊 阴间也发布了 你这边有海报啊 阴间也有海报啊 他发的还比我们快啊 所以 我这个 我这个 请这个 我们 唐主啊 也很慈悲啊 同意啊 放个蒙山啊 因为那些众生也很可怜嘛 那这个 做这个蒙山啊 也就是 我来主法的时候啊 就大家 签就一下啊 不是我主法啊 也不一定 大家要做这个啦 大家因为没有习惯做 也不需要 一定要依照这个 这是临时的啊 过去啊 有一些地方 他没有特别要求 我也 就没有加这个 他有提出来才加的 你原来就没有 所以这个也请大家理解一下 这两天做法会啊 如果大家不太习惯啊 大家稍微忍耐一下啊 我走了就好了啊 这个 本来这次我也是没有计划要做法会的 大家 盛情难切啊 请大家多多谅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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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 明天后天啊 明天后天啊 又做法会啊 所以 大家早点休息啊 好祝大家 福慧增长 华士充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就在从簡华的心地里 我们好想能不能准备 我们好想能不能准备 各位 每天天啊 吧